焦点清楚的照片的制作 那我们也希望把人的脸变更亮一点 开起来在Photoshop的第一个标准动作 大概是先复制一份 原子档先留着 接下来 好,来,把人选起来 那先看一下哦 我们前面学过什么 影像可以调整亮度跟对比 先看一下吧 但是这个是整张图调亮 所以当我变亮的时候 背景变更亮 我要人像这样 可是背景已经不清楚了 当然我们前面有学过哦 也有学过什么 射接来调整 射接来调整 这个也可以来调 射接 那这个是亮部 这个是暗部 我把这个地方呢 哦,不对 这个往这边拉 往这边拉 那这个呢,来 这样也来调 不过效果是像这样 可是老师 我不想动你 我只想这里呢 我觉得这个Fu还可以 我只想把人变暗 所以当你从这里调 再讲一遍 几乎调是整体 那怎么来呢 从左边这里来调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一颗 加亮 跟变暗 我让它变亮就这一颗 变暗就这一颗 点起来吧 接下来就笔头了 调整东西 不会是用,一定是用自动什么 硬度一定是零的 那大小来 哦,笔头还不够大呢 为什么笔头还不够大 来,各位看一下这张图的尺寸多大 目前是16.7的显示比例 圆图有多大呢 减式的 Ctrl键加1 这张图这么大哦 这数字拍完直接这么大 Ctrl键好了 好,来,这样来调 那这里呢,笔头 所以呢,这笔头太小了 195 按右键来看嘛 按什么右键 Alt,Alt 压着按右键 现在笔头大概是这么大小 看见吗 这次再来涂就好了 我只想把它调亮 把人调亮就好了 就调脸的地方 这样子调它 把它也调亮一点 其他地方我不想动 你看见吗 就是一直加深一次 你再调就变更亮哦 你就是开始描 好像过头了耶 那怎么办 就把它并按一点点 你看见吗 我刚调的大小呢 195 硬度0 那这个我今天也那一样 195 这可以用打的 我想刚刚一样 195的大小 所以调过头了啦 再让它按一点点 Ctrl键 哦,太假了 刚没有 来,我们把它收回来吧 因为只有调那样 开起来的时候 挡到这里来 再调一遍 哦,再调一遍 有时候放到这个 那确定笔头大小 再来拉嘛 变亮 我调 层次拉太多了啦 刚调太多回了 Ctrl键后围一下 不要去拉到旁边去 现在是195 哦,当然这地方 身体这边也都可以调亮一点 把它调亮一点点 这就可以针对局部地方来调 这样看起来就还算自然 再调一次 OK吗 所以你下次可以使用这个考虑 把它变亮变暗 从这里来调 这个来调局部 那调的时候再提醒你 如果调完的时候 我在设笔头老实上多大 大小要看这张图的比例了 按Alt Alt键 压到按右键 你就知道你笔头多大了 按右键它告诉你笔头 不然在调售我还真不知道 各位可以试一下